欢迎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咱们会员专响翻牌节目时间了 看看会员朋友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 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这个会员朋友 勾一二二外散 问了一个问题 元朝早期几十年没有科举 那为什么没有 后来为什么恢复 一开始为什么没有呢 是因为这个元朝 他就是蒙古人在灭金 灭西夏 灭这个宋 这个过程当中 都是依仗武力 所以他觉得呢 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元氏族 忽必烈总结辽金两朝灭亡教训的时候 他就专门讲过这个话 辽以是费 金以儒亡 辽因为应佛灭亡 金呢因为太儒化灭亡 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科举取势 没有用 读书啊 就是这个读书人只会读这些个死书 金国济世的学问没有 对于这个治理国家呢 没有什么作用 没有用 其实不光是忽必烈这么认为的 他周围的这些个汉族谋士 包括这个什么好经啊 什么这个这个刘炳忠啊 这些人都是反对这个恢复科举的 都认为这个就像南宋那样科举取势 没有任何的作用 对于统一的大一统帝国 没有作用 包括南宋的一些移民 也认为南宋完蛋 就是完蛋在科举制上 祖宗三百年 太重视这个科举考试 读书人的地位拔得太高 重温义武 所以呢导致武被废弛 尚武精神泯灭 所以面对这个北方蛮族的进攻 最后呢 中治国破家亡 就是因为太重视科举了 所以这个科举实在是误国不浅 相当于呢 这个当时社会上上下下 对于这个科举制度都很反感 其实不光是这个 这个就蒙古人对这个不感冒 就连这个 被他征服地区的人 原来有过科举制的这些人 对他也不感冒 至于你说到后来 他为什么又恢复 是因为到这个元仁宗的时候 这个爱玉黎巴黎巴拉统治的时候 他本身就是这个汉化的皇帝 认得汉字会写汉诗 他的老诗更是当时有名 大儒礼梦 然后就又是那一套 马上打天下 不能马上定江山 所以要恢复科举考试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才恢复 但是元朝的科举考试 断断续续 一共就只录取了三千多人 跟那个明清是根本没法比的 而这三千多人 有一千六百人 是元顺帝的时候 最后一个皇帝都是录取的 中间的那个 这个仁宗英宗什么的 都没有录取多少 好 会员朋友 R-A-N-D-Y-N-A-S-T-Y 说这个看秦末汉初的历史 感觉刚刚进行完残酷的统一战争 就进入大规模农民企业 又是楚汉争霸 各种动词坑 展 动不动就数万 那个时候有那么多人吗 难道战乱不会形成无人区吗 那么多无人区 为什么还要各种打仗 生产力都没恢复啊 有那么多人呢 这个战国的时候 人口最多都是统计是三千万 到秦始皇统一的时候呢 是两千万 两千一百万人 到了这个汉高祖刘邦建汉的时候 人口已经不足千万了 那么这些人有很多是逃亡隐匿的 这个人口被隐匿了 这个就为了不上税 怕征税被隐匿了 还有很多呢 真的就是在战争当中被杀的 甚至这个尸体来不及掩埋啊 瘟疫流行啊 病死的这样的都有 觉得这个数字是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卓九华陈阳问了个问题 说不少历史装古剧 经常一个太监传指楼高喊 奉圣上口遇 那么袁老师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奉圣上口遇 和官籍有关吗 还是只有皇上身边的太监有这个资格 这个你既然知道他是装古剧 你就别再问了 那就是我不是一再说吗 那电视里怎么演的 网上怎么说的 这种问题别拿来问了 那都是胡逼说 都是胡逼说 我没听说过国家的事能奉圣上口遇 没有 只有一种事听说过是奉圣上口遇 就是你看这个明朝的时候 这个大臣得罪了皇上 皇上是可以动用庭杖 直接在五门外拿庭杖打你 清朝没有这么干的 没有皇上打大臣的 但是骂大臣 骂大臣呢 他这皇上不能亲自去骂去 他就派太监去骂 奉旨身赤 这个呢 太监是奉口遇 比如说皇上说你骂谁谁谁 这太监就站在你们家门口 站在大堂 开始骂 而且你想太监 他尖酸刻薄 这个阴损毒坏 往往的骂的 有的这官的受不了的 自杀的都有 这所有那个脏事 骚的臭的都给你嚷嚷 甚至有雍正皇帝 给哪个官就给他一块匾 名叫罪人 让你必须悬挂了 你们大家正堂 当然皇上不能写 什么什么 叉你妈不能写这个 但是这个读书人 他是要脸的嘛 所以我就听说过这个 我就听说这个奉旨身赤 奉皇上口语来骂你 有这种事 别的我都没听说过 这个会员朋友林芝毅 问了一个问题 说古代官员上朝的礼仪 怎么从坐着站着演变成跪着的 演变过程有寓意 是高低尊卑体现吗 这个原来啊 他这个坐着 他其实也是跪的 他就是那种 就中国古人的这种坐姿 大概是世界上最傻缺的坐姿了 两个膝盖着地 然后呢 这个屁股搁自个儿脚后跟上 我估计这种姿势让咱们现在坐 上身还得挺直 估计咱们现在每个人超过五分钟 你就累谈了 那你就累 反正我来我连两分钟我都坚持不了 这种姿势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皇上也是这么坐着 也是这么着 只不过他在这个坛上 然后大臣们在底下 在底下 所以就都都相当于席地而坐 其实就是这么做 叫做正坐席地而坐 都是这么坐 那这个时候呢 相对来讲 身份是平等的了 到后来 有了高桌大椅 就不再是这个 大家不是说坐地上了 那大家都有椅子坐了 那赵匡印上朝的时候呢 就觉得这个 这么着就不合适了 那然后咱们大家都坐着 都坐椅子 就觉得这么着不合适 所以呢 就在这个大臣上朝的时候 把椅子撤走了 大臣们就站着 宋元两朝就站着 明清两朝就得让大臣跪着了 那所以就从这个上朝的礼仪 你能看出来 君权越来越尊 臣权是越来越卑 就这么个意思 会员朋友读历史 就是读人心 问了一个问题 说阿尔卑斯山 比德国森林难生存 难占领 为什么古罗马帝国 占领了阿尔卑斯雪山 却没有占领德国森林 如果古罗马帝国 没有占领阿尔卑斯雪山 那么古罗马帝国 是通过哪些路线 占领法国西班牙的 雪山用占领嘛 你穿过去就完了 谁去占领雪山去 是吧 你就说你比如说 咱们中国有那么多山 是吧 你比如说从这个山西进攻 这个华北 或者从华北进攻山西 穿越太行山 没听说占领太行山的 你占领太行山干嘛呀 是吧 你占领干嘛 山当然不用占领 你不是为了占那个山 你是为了越过这个山 去占山内山南的土地 占领法国 占领西班牙占这个地 是吧 那法国西班牙土地肥沃 这黑森林它无法占领 这这么个道理 它占的不是山 是山那边的地 山不用占领 就这么个意思 是吧 好 那会员朋友们问的问题呢 咱们就先回到这儿啊 等下一期看会员朋友们有什么更好的问题 咱们再继续翻盘 谢谢会员朋友们